同学们,西学一门语言当然从打招呼开始,那么法国人见面打招呼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当然这是分不同的场合。 当你与不认识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例如去酒店入住,或者与领导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 第二种状况,当您和朋友与家人见面的时候,又应当如何问候呢? 最后,当我们告别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说再见呢? 这就是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 首先,打招呼的对象不同,我们采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我们从最普通、最万用、也最正式的打招呼的方式开始。 下面请我们的助教老师示范一下。 如同以上两位助教老师所示范,在法语中,打招呼最为普通的用词是bonjour,bonjour。 这个单词针对的时间跨度是整个白天,也就是说,在上午、中午、下午,大家碰面的时候,都可以使用bonjour这个单词进行问候。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想知道,如果我们是晚上碰面,又应该如何说呢? 其实在法语中,每到傍晚时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我们会使用另外一个单词,bonjour,bonjour,来表示,晚上好。 同学们,以上就是法语中最为普通的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刚才那段视频中,两位助教老师在bonjour之后还说了一些什么。 请回放视频。 在对话中,bonjour和之后的单词有三个,我们列举一下。 首先,monsieur,monsieur,他表示的是先生,这是对男士的称谓。 第二个单词,madame,madame,这个单词通常表示已婚的女士。 而第三个单词,mademoiselle,mademoiselle,他通常用于未婚的女士。 在每个称谓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加上对方的姓氏,例如,bonjour和monsieur Dubon,杜邦先生,早上好。 又或者是,bonjour madame Dubon,表示杜邦太太,早上好。 如果对方是你认识的人或者熟悉的人,可以直接在bonjour之后加上他们的名字。 例如,bonjour Pierre,bonjour Pierre,早上好啊 Pierre。 又或者是,bonsoir Céline,bonsoir Céline,Céline,晚上好。 还有一种用法是,您可以直接在bonjour或者bonsoir后面加上对方的职务。 例如,我们也常常说,bonjour Professor,bonjour Professor,表示,老师您早,老师您好。 又或者是,bonjour doctor,bonjour doctor,医生您好。 其实,bonjour的用法还可以更为广泛。 在好些报刊,杂志,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法语教材当中, 我们也会使用bonjour作为标题。 例如,bonjour la France,bonjour la France,法国您好。 bonjour Paris,bonjour Paris,巴黎您好。 又或者是,bonjour la France,bonjour la France,中国您好,等等。 同学们,刚才我们学会了最常用,也是比较正式的方式打招呼。 bonjour,或者是bonsoir。 现在让我们学习一下第二种比较常用的, 但是相对而言比较放松的方式来打打招呼。 在法语中,如果是朋友,同学,或者比较熟悉的人之间, 打招呼的方式其实更为简单。 我们会使用salut这个单词,salut,salut,salut. 这个单词不分碰面的时间是早上还是晚上, 也就是说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用salut这个单词来打招呼。 接下来我们看看以下这个对话, julian和sihine是同学, 他们在学校遇到了, 看看他们是如何打招呼的呢。 Salut,sihine, ça va? Salut,julian, ça va,merci, et toi? Oui, ça va,merci. 在刚才那个对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julian跟sihine, 他们是同班同学, 他们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就采用了salut这个单词。 salut这个单词相对于voudruh或者boursuah而言, 更为放松,且没有时间限制。 很简单,他仅仅表示你好。 在刚才那个对话当中,julian在问候了sihine,salut之后, 他还接着问了一句话, sava,sava,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 你最近好吗? 这有一点类似于在英语当中, 我们打过招呼之后,问候对方,how are you? 而在法语当中,则是很简短的一句,sava,sava。 但是请同学们注意, 如果你是问候对方,你好吗? sava,我们在句尾,通常需要使用声调。 但是当你回应对方说, 诶,最近我还过得不错,我很好, 同样你也可以使用sava,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则需要用降调表示, 也就是说,语调的升降,它表达的意义并非一样, 升调表示你抛出这个问题, 而降调表示你在回答这个问题, 请大家注意这个细节。 另外,在对话当中, Séline回答, Julien,她过得不错,sava。 在此之后,她很礼貌地说了一句, Merci, et toi? 这一句话当中,第一个单词, Merci, Merci, 她表示,谢谢。 后面的一个问句, et toi, et toi, 它表达的意思是, 那么你呢? 这是一个回问, Julien, 你最近怎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连起来看一下, Merci, et toi? 我最近很好, 谢谢, 那么你呢? 请大家注意, 在刚才这一个, 那么你呢? 这一个问句当中, 同样, 你也需要用到声调。 而Julien回答到, Oui, Sava, Merci, 是的, 谢谢, 我很好。 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 彼此间的问候是双向的, 有来有往的, 非常礼貌的。 在对话的最后, 我们看到, 两人进行了道别, Séhen的讲道, Bien, Au revoir, 很好, 再见啦。 Julien也回应到, Au revoir, 再见。 在法语中, 跟对方说再见, 很简单, 就是这一个短语, Au revoir, Au revoir。 同学们, 以上第二种打招呼的方式, 大家掌握了吗? 接下来, 我们其实还可以就, Sava, 这一个问候的方式, 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其实Sava, 这一个表示问候的用法, 也有其来源的。 我们接下来, 问一问, Julien老师, 他的来源到底如何? 同学们, 刚才我们学习了, 在打招呼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 Sava, Sava, 这样子的短语搭配。 那现在, 我们要好好探索一下, 为什么法国人打招呼, 会使用, Sava, 这个短语。 Julien老师, 为什么你打招呼, Sava? 这些词连来源, 当一医生问候的患者, 当一医生问候的患者, 是有关心疾病, 我们有的目的目的, 是问候的, 是有关心疾病, 是有关心疾病, 因为我们认为, 那些水分和水分的, 是非常重要的, 是有关心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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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时间的, 是有关心疾病, 而且他只剩下最初 而现在我们说的 Sava 当然 这个词是能力 好的 谢谢 Julien 同学们 原来Sava还有这样的来源 大家理解了吗 Sava 你明白吗 从 Julien老师的回答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Sava这个问候语 是人们对彼此身体健康的 一个日常的关注 它是从身体健康 这个角度发展而来的 在特定的时期 有其特定的意义 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 Sava这个问候语 它的含义 在现代也变得更加的宽泛 而并非仅仅是 问候对方你的身体状况 最近怎样 接下来我们可以举例看看 还有哪些场景底下 会用到Sava 这一个问候的短语 首先第一个场景 我们还是从两个人 见面的时候 互相问好说起 Sava 你最近好吗 那这个短语 不仅仅是指 你问候对方 最近身体状况如何 它也可以问候 对方最近心情如何 这一个问候语 表达的是 你与说过人之间的 相互的关切之情 如同我们刚才 那一段对话当中提及的 Salut Sihine Sava 它其实不仅仅是说 Julian他问候 Sihine 你最近身体如何 他也可以问候 Sihine 你最近好吗 工作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或者是 开不开心 等等等等 然后在第二种场景底下 比如在路上 您看见有人摔倒了 或者是看起来很难受 蹲在地上 你表示关心 或去询问对方 也可以用Sava这个单词 例如我们看看以下这个例句 Sava Monsieur Venet pas blessé Sava Monsieur Venet pas blessé 先生您还好吗 是不是哪里摔伤了呢 言下之意 先生您好 您还好吗 是不是需要帮助啊 第三种场景 有可能出现在课堂上 大家都知道 老师肯定很关心 学生有没有听懂 他讲解的某个知识点 这个时候 在法国的课堂上 老师常常会运用 这个短语 Sava 然后他在后面 会紧跟一句话 Vous avez compris Sava Vous avez compris 大家听懂了吗 能跟得上 我讲课的节奏吗 因此 这个Sava 他并不是在问候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身体如何 而是问 你听懂了吗 由此可见 Sava这个短语的用法 非常宽泛 大家可以在将来的学习中 慢慢积累 这个短语在法语中 是非常好用的 同学们 刚才这个讲解 大家听懂了吗 还能跟上节奏吗 同学们 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很详细的讲解了 如何用法语打招呼 其实 除了教材上系统讲解的 不如和 或者是 或者是 这样子的打招呼的方式 在日常口语当中 还存在另外两个 频繁用到的 打招呼的词汇 首先 在朋友们之间 也有的说法 是在女孩子们之间 大家还非常喜欢使用 咕咕这个单词 替代撒绿 也就是说 当你和你的朋友们 碰面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对你说 咕咕 沙 或者是 咕咕 木鸣 沙 其实 咕咕这个单词 它的原意为 不骨鸟 单词的发音 类似 不骨鸟的叫声 现在 当我们打招呼的时候 使用 咕咕这个单词 意思为 我到了 大家好呀 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回应 咕咕 就可以了 第二 在法国的南部 例如马赛等地区 朋友间告别的时候 不仅可以说 au revoir 或者是 salut 还可以说 chow chow这个单词 其实是来自于 意大利语 意思为 再见 因为意大利 与法国 难不接壤 因此 人们交流 使用的语言 难免会互相 有所影响 有时候 我们还会说两次 chow chow 来告别 这有点类似于 英文当中的 拜拜 如果你的朋友 这样与你告别 那么你使用 chow 回应他 也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两个日常 打招呼 用到的单词 就介绍到此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